字幕視頻 最特別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今天要帶所有觀眾朋友們 到三點坡去玩一趟 三點坡呢 近近 其實離台北橋大概只有15分鐘左右 近的話大概只要5分鐘 因為我們剛剛從明泉溪路站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明泉溪路 在這邊 然後坐過來 坐到這裡 這邊就三重了 台北橋這邊只要兩站而已 在不到5分鐘的時間 然後這一個 新如線的話非常的特別 它其實中間的話 其實會貫穿行電線 信義線 返南線 所以你不管去到哪邊的話 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們現在來到了台北橋站 這是進入三重的第一站 台北橋站 其實離台北市真的非常的近 這邊往那裡看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淡水河 那裡過去的話 就是非常有名的台北橋 如果晚上來的時候 這裡更熱鬧 因為前面就是三重 最大的一個夜市 叫做山河夜市 好 來到三重的第一站 一定要來這個 三重的木瓜牛奶 這家木瓜牛奶 非常非常的神奇 在這邊已經經營了 數十年的一個時間了 我們現在要帶所有觀眾朋友們 來喝一下這個木瓜牛奶 老師... 我說的大哥 三重的大哥 好 我們來吃木瓜牛奶了 我要兩杯木... 兩杯木瓜牛奶 還有另外一個 你們最經典的是什麼 雞排 來木瓜牛奶店 一定要點他的雞排 雞排現在多少錢 大概45 85了喔 對 氣牌現在已經漲到85了 以前買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是45還是35對不對 35開始嗎 35開始嗎 不關牛奶加氣牌 味道對嗎 試試看就知道 謝謝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現炸的 它那個真的是 但是我覺得那個85塊 花得很值得啦 你看 你臉還要大 我的臉已經很大了 你不可以吃這個 你不可以吃這個的話 一定要一口牛奶 木瓜牛奶 然後那一口雞排 但是它真的剛炸出來好燙喔 好燙喔 因為郭洛斯這家店 其實就在天台的斜對面 然後正對面 所以你看一下 天台就在我們前面 是要帶我去看天台而已 這個入口交通非常的繁華 這個是山崇最熱鬧 在40年代開始 50到60甚至到70年代 最熱鬧的一個地區 那這一條 我們後面背景的這一條 就是我們所謂的山崇的 崇新路 對 那所謂的崇新路 就是山崇到新莊 對 我們地名很好分 那這一條線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神道 所謂的縱貫線 縱貫線其實是台灣早期發... 經濟發財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黃金廊道 因為有很多的中小企業 甚至企業發起的地方 全部都是在這一條縱貫線上面 早期就有譬如講中興紡織 三槍牌就在那裡 中興紡織三槍牌都在那邊 以前早期穿的 那三槍牌也在那裡 對 三槍牌也在那裡 那後來他才搬到二重府去 對 所以紡織業對不對 對 紡織業很多 包括我們的真義北路裡面 有生鐵 這個做鋼鐵的 本來山崇這個地區的工業 都是農食品的工業 就簡單的工業 可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軍區的需要 中工業就要開始了 那南部也是因為人口 突然急需增加 它沒有救援機會 通常往北上 就北上 那北上來的時候 山崇這個地區 土地也便宜 房子也便宜 所以工廠會進來嘛 勞力市場又多 所以這個地區在四十 大概五十年的時候 就整個發展起來 風波發展起來 三重在民國四五零年代 快速發展 眼光獨到的商人李瑞軟 看準了縱貫線上的生意前景 在當時的金華區 開啟了木材行 甚至還成為了戲院大坑 三重最早的一家戲院 叫三重戲院 後來改成建國戲院 那個戲院的老闆 就是天台戲院的老闆 他就是經營木材行 做木材業 後來在四十一年的時候 他看中了現在那一塊地 天台為什麼來的名稱 他因為李瑞軟他這個人 他很喜歡看歌仔戲 他就在他家的二樓 搭了一個歌仔戲的舞台 然後在那邊演歌仔戲 所以就天上的舞台叫天台 戲台 對 以前是戲台 戲台 所以才叫天台 戲台都要變電影院這樣 就因為名字天上的戲台 就把它取那個名字 對 就變成戲台 鼎盛時期的話 這邊有多少家祭院 大概十幾家 天台廣場是許多 老三重人的共同回憶 更可以說是 三重發展的縮影 而三重一直以來 就是歌仔戲的大本營 洪老師告訴我們 當年繁華的三重 具備完整的娛樂產業鏈 可以說是台灣的好萊塢 你現在看到這個土族館 它原本是個菜市場 因為市場 就是傳統市場被淘汰了 就慢慢轉型了 這個空間非常的特別 這是一個黑膠唱片的一個展示區 因為它要成立一個特色嘛 對 所以就有很多的早期收集唱片的 或是一些收調的唱片 他們有把唱片捲給你 這裏片究竟都是唱片耶 對 它可以試聽 直接試聽啊 對 可以試聽 可以讓你們回味啦 這邊有多少片啊 太多了 上千片有喔 幾千片應該有 台灣大概在五六零年代 大概百分之九十的唱片 都是在三重壓制的 最早來講 我們唱片的台語這個 當時的唱片要從哪裡來 從日本進口 等於是奢侈筆 一直到民國大概四十一年 我們一個名音樂家 老音樂家許氏先生 他就設廠在三重 但是那個時候 不是這種黑膠唱片 那時候那個叫蟲膠唱片 慢慢這些唱片工資 就越來越多越來 在三重傳染四零年代 五零年代六零年代 大概最高的紀錄 以我的記憶裡面 大概一百多家唱片工資 那後來五零年代 美軍進來嘛 美人又進來了 西洋歌曲流行了 那唱片業那時候就是蓬勃發財 所以就應運而生 成什麼 廣播電台 它是一整個的產業了 就是歌星開始 然後貫置唱片 然後壓制唱片 然後後來就有廣播電台出來了 是應該可以這樣子講 就是說台灣的娛樂產業的話 其實跟整個的三重是息息相關 來看一下 還這一個是那個 楊嶺的玻璃心 你看蔡新軒的專輯也在這邊 好 另外還有黃茵茵 鎮宜的心情 這個呢 你看民國幾十六 民國 最近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最近的引起 對 引起大家的討論的 就是劉文鎮 劉文鎮到底四生四死 你怎麼知道他有比較多考慮 不知道 另外一個就真的就是 鳳飛飛 鳳飛飛它是真正是 三重地區出生的 我們比較粗名這樣子 像鳳飛飛嗎 那隱姓的話 林青霞 林青霞 我跟你講 我一定要講這件事情 林青霞住的地方 就是我現在住的地方 所以我住的地方都粗名心 對...三重是好的地方啊 那51年開始 台灣電子公司成立了嘛 這些大牌的都會去 群群會去唱歌 那三重地區鄰近台北市 他就交通很方便 那台北市慢慢有歌廳的 歌廳的這個生活呢 是日夜頂導 那他們晚上可能要唱到很晚 那住台北他們住不及 就來到三重 所以就形成三重 就出現了很多的影視歌星 有嗎 唱有嗎 我聽到我身邊 你帶著為你笑 我覺得觀眾從不聽這一首歌 帶來了我的煩惱 小溪 哇... 哇... 流鼓 小雨 為誰一跑 我覺得在這邊的話 我大概可以一整天都待在這邊 然後把所有的唱片都把它整天完 我真的建議那個觀眾朋友們 你如果有空的話 你真的應該來這邊看一下 對著這樣子的一個 類似博物館的這樣子的一個玩具 聽這個音樂 你即便是三重走一 他們都非常的覺得 是 非常的值得 很快的 我們剛剛從那個台北橋站 過兩站之後就來到了這裡 是三重站 對 三重站 這裡其實應該算是 比較新的一個區塊 三重站等於是一個轉接 我們機場捷運 對 它是一個轉接站 前面這邊就是機場捷運 對...上面那一條是機場捷運 所以它其實是雙捷運 對... 以後未來這裡的話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商業區 然後我們旁邊這邊看到的話 以後也會有一個百貨公司 對 會有 百貨公司也會在這邊 然後最重要的是 老師為什麼帶我來這邊 因為我們這邊 地方外面有一個 台灣最大的一個租會公園 我們剛剛騎的話呢 經過了一個是新北大橋 對 新北大橋 那個新北大橋呢 其實它是沿著三重跟蘆洲 這邊的環河 就直接上 對 環河的大橋 對 然後就直接上新北大橋 就可以直接通到哪邊 直接通到板橋新莊 非常非常的快 對... 這個地方喔 它過去在古地圖上面 來我們有一個研究 它可能是一個淡水河的一個支流 就淡水河到這個地方呢 它是分成兩塊 兩個水道 那中間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 那包含現在的三重 那三重這個我們講說三重堡 這個譜字的話 就是淤色 我們漢族講淤色的土地 那經過很多年 這些土地的 就是大漢系的淤色 才形成了三重 所以說第一塊的浦地 我們叫頭巾浦 就是現在在新莊的頭巾庄 第二塊浦地就是二重浦 就是我們現在的 鮮色宮的附近 其他的第三塊叫三重浦 就是現在三重的東區那部分 就開始壁滑街那部分 這一塊呢 早期呢 它也是一個沼澤地 因為三重爐都是淤色土地 所以土地很陪沃 所以三重地區就變成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農業場所 民國大概52年之間的時候 我們台北市有個非常大的一個颱風 叫做隔日裡颱風 當時呢 因為三重爐桌 這個地區沒有堤防 這邊淹到多高 淹得一層樓的高 就是滅頂的 我們的政府就開始 思考這個問題了吧 所以就開始計劃 做這個蘇宏道 真的這個蘇宏道通了以後的話呢 平常時間呢 它就變成了一個公園綠帝 變成一個大都會公園 然後呢 也解決了這個 過去呢 長期的淹水的一個問題 我其實就住在旁邊而已 我住進來以後呢 我應該住了十 快十五年啦 快十五年 從來沒有淹過水 我也沒有聽說過三重有淹過水 是忘了做了以後 從來就沒有淹過水 對 佔地四百二十四公頃的 新北大都會公園 廣大的公園綠地 相當於十六座的 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 多元化的休閒設施 和多樣化的生態環境 也帶動了周邊區域的發展 我們利用了這個整個空間環境 去塑造一個共榮 然後就是小朋友油氣的 假熱的好場所 所以現在叫做熊和聖樂園 這個其實是在 既有的資源裡面 如何去發揮創意 然後結合現在的環境 然後去塑造一個 讓生活品質更好的一個 空間環境 而且它交通也非常便利 其實就這個新北市長呢 就任以後的話呢 我發現三重的改變 非常非常的多 它其實提出了一個 叫做翻轉新北的一個概念 這樣子一個城市的一個規劃的話呢 未來會怎麼樣的翻轉 在整個翻轉新北的過程中 我們開始去重視了 西北的一些空間發展 可以在西南西北的均衡發展中 然後來帶動整個大台北生活圈 北北基桃千萬人口的 這個共榮共好的生活 我們去結合捷運三環六線 然後透過捷運的串接之後 可以讓整個有效的 代狀系統去做連結 三重它剛好是離台北市非常近的地區 那它也是在我們這個西北發展裡面 算是比較核心 而且歷史永久的地方 交通便捷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服務 那當然希望它周邊 也有相關的一些產業發展 同時跟目前既有的相關的行政核心 可以去做一個串 於是在這個空間區域盤點之下 我們發現說目前板橋 我們現在市府第一行政中心 然後第二個是在新莊副都心 又有一個這個中央合署辦公室 我發現說 那如果未來在三重這個地區 有一個適合的地點 剛好形成一個金三角三核心的概念 形成一個服務的網絡 它本身自己的服務就是一個面狀 那後來去盤點 發現在千色宮旁邊剛好有一塊基地 是適合去做第二行政中心的一個服務 同時從這三核心裡面往上一看 它剛好也是我們大台北生活圈的核心 所以在這樣的機能 也透過剛剛接到了捷運軌道的一個串連 有效的串連到台北市 甚至未來可以透過捷運串連到桃園 那未來新如縣的延伸 萬大樹林的延伸 都可以有效的串連到 這個北台灣的這個大台北生活圈 沒有任何一個地點 所以當時才會把這個第二行政中心 落選在西北的三重這個位置 近幾年隨著捷運三爐線 機場捷運線的串連 三重便利的交通和生活機能 成為了新北市人口第四多的行政區 透過完整的都市規劃 也翻轉了城市樣貌 我們現在所站的這個地方 是位在這個三重的光庫路跟新德路口 這個地方的話 你猛一看的話 會以為你來到內科 因為這邊有很多新穎的工廠 陸陸續續的完工 我的正前面的話 是群光的總部 總部大樓蓋在這邊 當時那個總部大樓蓋的時候 我想說這哪一個企業總部 居然能夠在這邊 蓋出這麼高的一個大樓 這個高樓的話大概有多高 這個高樓有39層樓 旁邊的話還有群光的 應該是員工的宿舍 真的是宿舍嗎 對 就是他們老闆提供給 員工的一個福利 一個福利措施 也蓋在這邊 也是非常的高樓層 其實陸陸續續的話 有很多的總部大樓選擇 在這個三重是為什麼 主要是因為三重這個地方 其實它的交通非常的便利 我們三環三線裡面的 鮮色公站其實也在這邊 不只是群光 其實包括我們公園區 立體化的案子 像融層電訊 它也是準備要蓋企業的 研發總部 和它的一個未來產業的 一個試驗中心 那另外還有像是春圓鋼鐵 春圓鋼鐵其實 它民國五十幾年就在這裡了 那它也是把它的鍵給儲 就是透過都更的方式 然後再來蓋它的企業總部 在三重起家的企業其實不少耶 對 其實在三重 也有很多很特色的一些產業 譬如說像啤酒的產業 像金色販賣 還有我們的啤酒頭釀造 它們都是在三重起家 除了剛剛科長特別提到 這幾家公司之外的話 另外我知道有一些新興的行業 然後甚至呢 這個他們主要的一個工廠的話 計算品其實也是在這邊 包含了像是Cube Burger 對 然後還有很多新創的一些公司 也選擇全部都是在這邊 民國五十二年開發完成的 頂海工業區 大大小小的工廠林立 許多外銷的民生用品 設備零件 甚至是高科技產品 都來自這裡 這一段三重工業發展史 更見證了台灣經濟發展的奇蹟 其實這邊早期是很多的一些 中小型的五金的一個發源起地 這些老舊工廠其實慢慢慢慢的 再去做一個轉型 所以我們也透過工業區立體化 跟產業力開發 來讓他們就是慢慢去轉型成 帶一些製造跟研發的一個 先進製造跟高階研發 這樣的一個產業來邁進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這整個地方的話是 跟過去是截然的不同 整個山寵來講呢 它的就是整個山爐 工商的登記其實是新北的前三 那所以我們把山爐定位為 就是服務核心 烏股泰山 因為有我們的新北產業園區在 所以烏股泰山它是一個 就是所謂的一個製造核心 電解新裝跟板橋 其實是我們來推動 我們六大區產業裡面的一個 金融跟數位科技的一個 重要產業聚落的地方 你剛剛特別有講到 山爐地區的話 新北市的工商登記 佔了前幾名 前三名 前三名 意思是什麼 新北市的經濟目的帶在這裡 外來的話 會創造多少的一個就業機會 以及人口的一個紅利在這裡 剛提到的一個融成電訊也好 或是像群光 那像春仁鋼鐵 其實光是這三家加起來 就有近三千個就業機會了 對 所以其實外來在這邊 可以看到透過捷運 那透過整個交通便利 這邊人口會變得越來越多 2026年會完成三重 第二中心的一個興建 所以我們的整個行政服務 也會進到這裡面來 那所以這裡的生活經驗會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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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